Onivia,League of Legends Highlights,Powered by ArcaneBet.com,BetLive on eSports 對,所以其實原本從有變更坦一點 從50好像到75勒,呃,應該沒有到那個 就50,原本是50,60,70,現在變,之後會變,就現行的遊戲版本會變55,65,70,上路爆線誒 HQ下來的局的話,他其實只能考慮 喔唷,LBS,這裡想敲大絕,但是Alex,反身蓋了一個回天滅地,準備要移動 BQ想走,冰箭有移動在老三身上,瘋瘋大絕一卷,藍寶有膠大在後面 這個冰玉呼喚,就把藍寶給敲飛,藍寶得到手插之後 在側邊加溫也倒下,但還有進攻的機會,Bibi就算沒有魔力,小安 被瘋瘋給殺了,哎呀,Albes看起來這波也走不掉了,被魚叉給緩住,高壓魚叉見火焰噴射器,活桃小葉葉 這一波,在HQ的藍區,爆發起了一波,團戰接聽是三個人頭入手 而且WF還敢踏過來啊,這個有點尷尬啊,你踏過來有可能被早晨殺你 這個踏回來是好事啊,真的嗎?有可能會殺欸! 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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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他第一波踏回來是好事,第二波就多了 他去的團戰之後是讓J-TING拿到一個很好的領先喔 這個可以進入說定定了前30分鐘的遊戲風向 對,其實我真的覺得最關鍵還是老三前面 欸,炸大絕把FORM炸到了WF的前面,FORM應該要倒 應該是焦大絕想保護自己的生命,但是傷害不夠 現在他即將要拿到他的三項之力 TB直接進來 這一波是ZIV的這個進場,但是被大力粉絕敲飛 蓋大絕,蓋在BB車上,BB叫治癒 後面還有RBS趕快要虛弱之後 茫的一個肚子,抓到兩個人,傑哥這邊看起來也走不太掉 看起來監禁一隻大絕,但是還是死了 哇,預示者也不繼續退好了 夾勒也來不及了 欸這個也是蠻過頭的 牛有閃喔 直接撒大絕,把小安給留住 小安給生存,但是反身想要來逃離 摸領是隔牆閃現火焰噴射器 把小安給烤了 如果這個上路的外塔 二塔嗎?或者是回頭做八樓 他是最肥的 但是最終沒有灌死 這個艾希沒有到啊,結果不太能這樣 小葉被緩住 但是早晨撒了一個大絕之後,小安有點失去戰鬥能力的感覺 哇,樓山進場很漂亮欸 但剛剛竟然結束了之後,早晨感覺上是要來的小安單挑 小安被燒死了 小安被燒死了,但是BB也被抓到了 BB被卡拉丁給殺了 哇,兩邊的Carrieway都被秒掉 現在剩下Fofo一個人 套了球的加速,Mountain閃躲 看後面還有小葉,趕快支援外奏盯上了 Fofo,Fofo也倒了 兩個Carrieway都沒了 這可以開了,這可以開了 但是,魔力不太足夠喔 HQ這邊 有魔力只有Zim跟Mountain而已 而且,JT是想守的 來看一下 這一隻牛可不可以守住巴龍 有沒有打 AX也來,AX有中喔,AX有中嗎 有,AX有中 他是現在在視野盲區之外欸,其實他 HQ並沒有看到嗎 準備要偷了,傑哥去看,傑哥去看 傑哥進場 先把三人給敲飛 HQ不打 但是這一波,AX進場中 準備要下正擊 但是來不及,自己已經先死了 HQ真的經驗太豐富了 對,這裡的話其實還要 還得再等 因為這個8點 冒險 但是應急長空直接照到 經驗老到的BB 知道對方正前點開了巴龍 後面早晨其實是可以TP點位 但是他沒有選擇 他是直接跟隊友走的 外奏往前踏步了 傷害很高,截開了金人 幫他把人炸回去 BB危險了 BB這波被外奏給刺殺掉 哇,波波也死了 傷害,王爺 直接爆表 拿到雙殺 而且這個競技結束之後 又是西門夜說 3連殺 WESTOR,AHQ的守護神 TRIPLE KILL 他看到人是完全不關 他這邊走上去 就轉角啊,那個轉角啊 是是是 哇,這看起來一波帶走欸 看起來像一波帶走的結束了 WESTOR 重新踏步上來 把AX給趕走 主堡雙塔之一 是二 AXQ攻破了City的主堡雙塔 劍指主堡 好,我們要恭喜AXQ讓EJ2 擊敗了City 這個系列賽 真的可以看出來他們經驗上面的一個差別喔 JT打了久 但是AXQ國際經驗高啊 就打這種高強度對戰 他們知道要怎麼應付 前面看起來是一個完全崩掉的一個局面欸 真的 WESTOR的卡薩丁剛剛那個轉角那一波太強了 上去直接把 Bibi一刀給切死 因為剛剛Bibi其實是被老三炸回去的 對 然後 Bibi教了閃教的治癒 然後隊友全部 City